看一下啊 这个炕上做的 这是我姥爷 那个是我姑老 那个呢就是 我家今天老寿星啊 我太老 属于是五倍同堂了 这都在这挑这个圣鸡肠呢 这个是我老他们昨天采回来的 但是没到处功夫嘛 这都在这挑呢 太老你多大寿司了 太老 你多大岁数了 87 刚好太老87了啊 体格可硬实了 也不用人照我 而且自己 还能做饭呢什么的 就是干活家里 就是自理是没有问题的 像这么大寿司体格这么硬 真的是挺好的啊 可硬实了一点都不用人伺候 特别好 这个就是我老 我老在这儿磕鱼呢 今天就给我太老 过生日嘛 完了说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 这是我二姨 大厨 在这儿做饭呢 小笨筋 做那小笨筋啊 自己家先杀的 因为那个正常做饭应该挺多的 我家人家族可大了 所以就是因为现在都忙嘛 秋收的季节 所以就剩我二姨自己在这了 其他的都上山了 上活了 都没回来呢 但是一会吃饭的时候 人就多了 我一会儿也要上山了 因为我家妹说嘛 山上有那个 蛤蟆钩啥的嘛 一会儿我们也要上山了 告诉我两点回来吃饭 但是要是两点 我能赶回来的话 就赶回来 赶不回来 就没有办法 因为离家挺远的 总是说家跟钱 来回去挺长时间 我们这是属于五辈同堂 五辈同堂 你看我老 还有我老婆婆 也就是我妈 然后还有我们这辈 然后还有我儿子 正好是五辈同堂 现在找这样太少了 所以一定得热闹热闹 家有一老入一宝 是不是 笑的还挺好的 挑的挺干净的 你看老子90了 你看看他挑这个 嗯呐 奔90了 可不你看挑的 嗯呐 你这整的 片油 熬油呗 对 扣油 大猪油 你最愿意吃油脂了 吃油脂了 喝点水 给大厨做好准备不过 呵呵 一会儿靠吧 嗯呐 马上来靠 靠油脂了 像我们这边一冬天 都离不开这个肉啊 这属于板油 嗯 给它靠成油脂了 到时候炖菜的时候也好吃 就是挺香的 要不还得总花钱去买肉 现在这时候肉这么贵 肉也挺好吧 哈哈 哈哈哈 我们吃饭了啊 黑衣服 出现 都宰一下 不行了 还有好多 这钱啊 放多 这钱啊 抽筋宰一下 吃饭了 这就是 不然是 长个贤贤 哎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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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